今次將會有十位中小學生參與演出 他們當中有七位小學生和三位中學生 當中有男有女 他們會幫我兼釋很多不同的角色 包括有屈原的少年、屈原的好朋友 士衛、甚至是走爛的村民小朋友 或是在宮廷中跳舞去取緣皇上的小歌姬 他們都會各剪本領去飾演這些不同的角色 今次的劇中有一條故事線寫得很精彩 很感人的 就是屈原和楚懷王之間的關係 屈原其實是一位非常厭愛自己國家楚國的一位文人 一直都希望獻祭給楚懷王 令楚國一直強大 可惜楚懷王身邊有很多小人 奸臣不斷阻撓屈原 甚至利用一些計謀希望剷除它 在故事裡看到楚懷王和屈原之間 這段主僕情兒之間拉扯的關係 從羅江邊感受一下屈原的心情 我還想去屈原廟、屈原墓地和屈原的故鄉 我想趁這個假期認識多些 這位2300多年前的愛國師人 我就會噩管 我她在做幾次 這個店還在根火 這段主婦 就是一個21000多 pays 她被開封堡 幾次 用來咖啡王 這項缺乏 亨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